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萝卜炖牛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软烂入味 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厨艺 在家就能轻轻松松地做出饭店 大厨的味道 牛肉冷水下锅焯水 煮个两三分钟 捞出来 一定要用温水清洗 这样吃上去 肉质才不会那么柴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焦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星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加少许油 倒入牛肉 开中火 慢慢地翻炒 焯至表面微微地发黄 这样吃上去 才更香 更入味 然后加葱姜 八角 干辣椒 调味 你只需要倒入一包这种 调制好的黄焖酱汁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这个酱汁 是根据底力 调制好的 它还可以拿来做黄焖鸡 烧排骨 烧猪蹄 都非常的好吃 倒入一罐啤酒 去腥软化肉质 一定要倒入开水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一个小时 然后倒入萝卜 继续炖 15分钟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牛肉这样做软烂入味 越吃越想吃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